我们国家每年进口最大数量的物资 不是石油天然气 不是粮食 而是芯片 一年的进口额是2000多亿美元 不妨我们再来看一张表格 16种设备的核心集成电路当中 有9种设备 国有芯片的占有率为0 此前美国商务部发布了一条消息 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的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 禁止的时间是7年 而有数据就显示进口零件占中兴总体采购比例至少有6成以上 而来自美国供应商的元器件至少占了这6成的一半左右 总占比高达25%到30% 一时间中兴通讯的未来成为了各媒体和网民关注的热点 先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这一事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冲锁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算艰难先足也阻挡不了聚龙的飞腾 可即兴过时更狠 学习新技术去创新 创造期也可即创新领域的 咱们中国心 创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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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发出最强 要发出最强中国影 就算贸易打压也阻挡不了创新 创新 创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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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